勇于挑战自我极限的还有瑞北国小 校方为了这届毕业生首度举办了环花东单车行 6名毕业生和陪其的12名学弟妹 以及老师还有家长 从瑞北到台东市来回223公里 成功克服了公路心理障碍 也完成了这一趟旅程 学生家长带领学童 坐好行前祈祷后 瑞北国小这届毕业生的毕业挑战活动 环花东单车行正式出发 这个是第二天的爬坡 因为有两个爬坡 而且都很走 那个啊 爬坡很走 可以坚持下去吗 可以 两位毕业生和陪其的12位学弟妹 再加上老师家长一行人 从瑞北国小一路往南 甚至跨线奋到台东市 来回总共223公里 对孩子来说 不仅是体力耐力 更是一项心理的挑战 担任车队后勤指挥官的家长会会长江建復 看见孩子骑单车日行百里 真的很不容易 也肯定校方这一场富有教育意义的毕业活动 然后我觉得这段旅程对我来说 其实陪伴的营义很重大 对啊 然后过程中也不断的独立孩子 其实面对困难就是一定有方法可以去 锐北国小毕业生小铁人挑战赛行之有年 但以往以在地区域为主场的碧琪 今年首度跨界挑战环花东来回223公里 全程陪其的校长福袋 除了是感谢县政府以及业界企业社团的协助 对孩子们一路越挫越勇 完成挑战也深感敬佩 我想在这个里程 他们学到的不只是我们单车的技术 他们还学到如何互助的一个事情 更让我感动的是 其实这个单车里程是一个公路上的人格特质的学习 所以在每一个孩子的不同的孩子上面 可以看到孩子不一样的个性 或也因为这样一起骑了之后 孩子越变越好 这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 要特别感谢我们花里县政府 还有我们的家长的协助 让我们这趟里程能够非常非常顺利 这一场耐力与毅力考验的环花东单车型壁骑 突经安通玉城东岸大海美景 转到花东纵谷风光 孩子们共同完成了这一趟223公里的旅程 也成功征服了这一场身心灵艰困的挑战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